美食不想做 拍雷我来做 大家好 我是熊二 今天我又来了啊 我现在在包和大道跟花园大道这个附近 今天那个刀眼大哥要请我吃一个合肥这边的土菜 据说是假鱼炖牛辫 这道菜一听就知道大补 应该是就是说咱们合肥这边地道的土菜 废话不多说 赶紧去找店 我们家这个甲鱼就是生态甲鱼 就在葡萄市场里 生态甲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汤里面准备就是这个鱼啊 虾啊 喂出来的 哦 鱼虾喂出来的 对 没有死尿 没有这个别的东西 哦 我看你家还有娃娃鱼是吧 对 娃娃鱼这个就是二代三代的 哦 娃娃鱼 娃娃鱼现在是给吃吗 咱们国家不是说 二代三代的 一代的肯定不可以吃 哦 就是加养的 对就是加养的 哦 挺好的挺好的 对对对 这直接用盆就上来了 对 我快倒了啊 好 倒吧 烧好的甲鱼 倒锅里了 这四斤重的甲鱼 四斤重的公斤 三斤半的甲鱼 我又要是去哪里 怎么会吃的 那四斤重的公斤 四斤重的公斤 八王鱼 那这个大概是哪里呢 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现在要去哪里的公斤 八王鱼 那这个是在哪里呢 八王鱼 这这个是在哪里呢 这边都是北京的土地 这边都是在哪里的土地 这边是什么土地 其实这个土地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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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你吃什么香味 是不是不喝酒啊 不完没吃过 这一张费大概多少钱 百个大酒 我一直吃这个啊 我也尝尝这个喝酒 谢谢我喝大酒 那咱们你去喝酒啊 不喝酒啊 咱们去吃那儿 喝酒啊 咱们去吃那儿 咱们去喝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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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一尝这个霸王别姬啊 兄弟们啊 这个 来一块来一块这个啊 来尝一尝这个肉味道怎么样啊 吃了一块 飞幕说是鸡肉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鲨鱼肉 再来一块啊 这看这个啊 有一个鲨鱼 鲨鱼梯子 鲨鱼梯子看到没有 这个很大的一个鲨鱼梯子 你看看 而且非常爽 看一下啊 这个肉吃起来 这个肉吃起来非常的软 基本上就是入口鲨鱼 入口鲨鱼 超级爽的 你看看 来来给它鲨鱼肉 给它个裹肉一下入口鲨鱼 入口鲨鱼然后呢 你可以吃起来 然后一些软鱼麦 尝一咯 也应该做 用口鱼的 一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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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骨头已经掉了 哇 这些肉的大鸡肉啊,看到没有,我也不用快乐,自己来,又说 你看这个鸡肉啊 哇,非常软的,非常软的,非常软的 我已经听说的,我喝了可以拿给您太多的菜,你看你看没有 但你很听说のは呢 哦,开门门门奥 好了 兄姐妹们 我已经吃完回来了 咱们来分析一下这家这个土菜怎么样啊 人均消费大概是100多 我们导演大哥说了 然后呢 口味的话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啊 甲鱼烧鸡 霸王皮鸡 我觉得这个口味挺适合我的 个人感觉啊 适合那种白领巨贵啊 聚餐之类的 好了 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有喜欢喜欢的点个关注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